这个是颂词变书的清平论 我教词句比较美的 最主要意涵的在里头 比如说红雁在云 鱼在水 代表那时候的情境 红雁在云 鱼在水 愁烫 此情 燃尽 就是心情 这是心情 景跟情 好 再来 人面乎之何处 什么叫人面乎之何处呢 当然是人不知道在哪里 可是这个是有典故 这个典故是说有一个叫做王子乔的 曾经过江去哪里玩 结果看到 诶 有一户人家突然间门打开了 有一个很漂亮女生出现了 你知道吗 突然跟他问候了一下 觉得内心很受感动 感觉很好 回去就事事练练练 事事练练 当他下一次再来的时候 抢他去看 有点在那里 不知道在哪里 很难过 你知道吗 就写了 人面不知何处去 Racing 所以这个是有典故了 人面不知何处 绿坡依旧东流 水还在流 绿坡就是 Truck 有水 还是在流 所以都不管 所以现在这个形象 雖然改變,環境雖然人不見了,可是青山流鼠依舊還在裡面 所以這個心情很惆悵,所以請辭就是這樣,對不對?